看美国发展生技也是只有几个地方成功了 Polson, Bay Area, San Diego 它必须要有一些条件 就是你要在学术界的隔壁 一个聚落,学术研究跟生技发展 环境就是你要有研发能力的活力在 然后可能也要有国际大都会的这种环境 因为那个是很国际化的 那生活机能、医学中心都要在附近 你才有办法 所以我经常讲台北是可以 现在就期待有一些比较大的突破 所以假如我们有一个 譬如说治疗癌症的疫苗 全世界没有 或者说我们率先有一个广效的疫苗 我在做的就是这个 那个也是最困难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突然的亮点出来 那像这一次我们为什么出来 防疫啊 我们的政策跟口罩 虽然口罩不是高科技 但是突然台湾就亮起来 那你一旦点亮了之后它就会去看嘛 那看到你的防疫是怎么做的什么 然后又发现了台湾跟中国的差异 以前没有看见嘛 所以在生计也是一样 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点亮它 那全世界才会看到灯光 去看一下里头是什么 里头他们就会发现 台湾的自卫财产 台湾的法规都是国际化了 台湾的人才也都是一流 有多少人知道台湾的法规是 跟美国法规一样嘛 根本没有人知道啊 那个是我们要努力的 努力的 对 让国际看见 我们的法规制度 其实已经国际化了 那我们的人才也受过的教育 也都是够水准的 那我们的资金也够啊 只不过 现在它的投资期比较长啊 我们现在都是比较 放在那个晚期的 那初期的就是需要加强 就是这一些你 你如果都做好的话 我想迟早会有东西出来